弟子在网上看到黄念族老句子的开示 说阿弥陀佛的阿字应该要念成 念阿 念正确的音功德无量 情是法子 这个音到底哪个音正确 很难说了 一定要问世家王丽佛 对吧 你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民族 这个语言音声古今差别很大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从前这个咒念的时候都很灵 现在咒念的都不灵 什么原因 音不准确 可是音虽然不准确了 有一个方法 你能够真诚恭敬 音不准确也没关系 至诚能感同 就像我们跟这个一般人交往 我们语言不同 但是他那个诚恳的心 露在他的眼神上 他的这个态度上 我们能够感受 虽然语言不同的时候 可以能感受得到 这个人很诚恳 这个人很老实 这个人是个好人 能够感同 至诚感同 那么这种例子 古时候很多 在佛门里面 有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是有处处的 我记不得了 老和尚跟我讲 我们以前受戒的时候 这个戒和尚 跟我们说这个小故事 就是念咒的时候 我们怀疑吗 这是音声 这不准确能灵吗 从前有一个老太太 念六字大蒙咒 她用两个豆子 用这个两个 两个小小小杯子一样 里面装的黑豆 她念一声 哪有些像念猪一样 念久了之后啊 她念的又感念 她念一声 那个豆子自己会跳过来 不要用手拉 自己会跳过来 有这个感应 有人给她讲 老太太啊 你念这个字 你念错了 哦妈你白米红 她念的是 哦妈你白米牛 那个豆子会跳 她是念错了 哦妈你白米红 她说好 我念哦妈你白米红 豆子不跳了 别相信我还是念 我妈你白米牛 她又跳了 所以这是 沉着灵啊 应声念得很正确 没有诚意啊 不灵啊 真有诚意 应声念错了也灵啊 所以黄老就是这样说 那个你看看 地形法诗 啊 谈虚法诗 她就不是这样说 人家一问她 都行 哎 只要你诚心去念 啊 南无阿弥陀佛行 啊 阿弥陀佛也行 啊 人各种方言都不一样吗 啊 那难道念的音不准确 都不能往生吗 音念的不准确的往生的 还挺多的 那念准确的不能往生的也很多了 就这个要懂 但是凡音 她是念阿 念阿弥陀佛 可是我们中国 特别是南方 都念阿弥陀佛 你看 谈虚法诗念阿弥陀佛 地形法诗也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我们 不需要在这里去计较 啊 总是 真诚 清净 平等 啊 最重要的 还是把妄想分别持续断掉 你的心跟佛心就相应了 啊 真心心切麻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啊 所以不再行事 这个要计划